獨立的路線跟我的路線 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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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可能要跟Fabio比 那就很難 所以我可能 What the... Bio的名字都翻出來了 What the... 我們是模特兒 你是歌手嘛 我沒辦法 我們會唱歌嘛 你剛剛提到Fabio 我覺得Fabio他有一個優點 我所認識的其他人都沒有 他台上跟台下是同一個人 但他們都不同人 那是什麼意思 我們不一樣嗎 獨立台下是怎麼樣的人 真的 你們不要 我就是論事 我不要討論別人 我就講的是Fabio的事 我說他台上跟台下是同一個人 他們的話比較熟嘛 比較不熟嘛 所以我不了解嘛 我不能披抗 所以你跟Fabio最熟 也不能這麼講 你跟我很不熟嗎 對啊 我跟妳不好嗎 開始了 開始了 等一下 妳剛剛還說 故意識妳的兄弟還記得嗎 對啊 不是朋友啊 所以我還要講一件事 兄弟不是比朋友更好嗎 沒有 兄弟不應該是兩肋插刀嗎 杜立在韋迦德的心目中 是在最底層 不是 我們可以換一個人嗎 不是 我們可以換一個人嗎 不是 是我對友誼的朋友的定義 比較嚴格一點 其實我要講一句話 我不要自連 就是可憐的連 但是這個是實話是說 我基本上 對 這就是我們要來看 對 對 等一下 不是 因為我要說職場 那 演藝圈更不用說 我覺得跟後宮沒什麼兩樣 對 表面上很好 我覺得他講得很好啊 對 你死我活 你活我死 就是這樣 對 今天 不管我們是同一個位置好 我叫你劉悅姐對不對 是 那我對你公公清淨 苛刻機器 也許以後有什麼機會我可以拿到 但是因為你的存在 也許我拿不到 這個是實話 我們可以假裝 我們都很好 但是這個是事實嘛 你還沒講 發表台上 台下 一樣都一樣 是什麼意思 他帥不帥 不管我的事 我的意思是說 他不需要 討觀眾朋友喜歡 因為他已經很受歡迎 所以不管他在台上 或者台下 他都一樣好 他就是 勢中如意 就這樣子 然後其他事 我就可能 什麼意思 自己講的 不是女優子 自己好 把女優也不是好事 真的 杜莉 搖頭 來 我們問一下七位型男 有沒有覺得 做人比做事還要重要 有的請舉x 這個很難講 做人比做事還重要 就是人際關係比做事還重要 瑪丁 偉加德不覺得人際關係很重要 短視利益比較重要 但是我們想 如果你沒有實力 或是你做事本來就不好 可能十年以後 你的人際關係也會背叛你 很快就沒了 很難講 很多的上班族 他的做事能力不好 但他的人際關係非常好 對 這個同時可以同時幫他cover 對不對 瑪丁在上班的時候 有沒有碰過一些什麼事情 是你覺得 有啊 其實我覺得比較奇怪的 就是說 我之前的一個女朋友 她開始像 就是一個新的工作 然後她這個公司 是離我那時候的公司 也蠻近的 那所以我想說 她現在剛開始上班嗎 我們又很近 那中午我們也有一個多小時的 那個中餐時間 那我就去陪她吃飯 我覺得很好 所以她也覺得OK啊 好 所以我們一開始 就是這樣子 就是小約會嘛 每天中午小約會 就一起吃飯嘛 然後不到一個禮拜 那就大概一個禮拜後 她就開始變得突然好忙 很忙很忙 然後一直就說 我們現在沒空 跟你一起吃吃飯 那我又想說 好吧 沒關係 反正就很近嘛 那我就買個便當 到她公司 那我們就可以在那邊一起吃 她就開始就說 你來這邊幹嘛 你不知道嗎 我現在就是要跟我的同事 一起吃飯啊 沒時間陪你吃啊 那我就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她一直就是說 我要跟他們打好關係啊什麼 然後現在 跟全部的時間都是要給她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 同事有那麼重要嗎 沒有 這就是回到儀佩 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台灣的職場文化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在我們認為 那個就是同事 是同事啊 如果是朋友 譬如說你現在生了小孩 那你可能錄影回去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照顧小孩 如果真的是你的朋友 他今天 他有空 他想約你 可是你會說 可是我今天好累 我想要回去看我的兒子 然後他就會說 好 沒關係 那我們下次再約 可是如果換成是同事了 你兩次 三次這樣 他就不會再約你了 對 但是馬丁講的那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做錯了事情 因為大家的聚會 我沒有每次都去 那你為什麼不去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有我個人的生活啊 因為我想要跟我的朋友出去 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你們其實 是因為比較不熱衷社交活動 應該是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 我宜佩的想法是說 去那麼多次幹嘛 那些人長那樣 對不對 怎麼可以撼動在主播的位置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大家下班之後還要聚餐 所以請問一下 後來接你為著那個主播 是不是沒有你漂亮 其實他滿漂亮的 那沒有你播得好 應該說他很資淺 非常 所以不是應該坐到那個位置 就對了 就是他 以他的資歷的話 他已經算是提早坐上那個位置 對啊 對 但是因為我就不夠乖 我不夠跟大家合群 你們這次主播的生活 我八點檔演員就更可憐了 我們唯一的交際娛樂就是團購 誰 你有沒有過 你沒有接受這個人的團購 一次 兩次 第三次這個人就再也不跟你講話了 你知道主播有多麼嚴重嗎 是 就覺得你不參與他們的核心嘛 對 對不對 但是因為在台灣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學會要怎麼做人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跟美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像我之前在嘉義教室 那時候我差不多來 才一兩年而已 那我中午沒有很好 那我不知道那時候他們 大家都是很 狂的想要買一些泡麵 在網路上 一家很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問題 所以就是很有名的一個泡麵 然後他們說 這個現在就是要在網路上訂 很便宜 就是一包可能 我不知道50塊 差不多50塊這樣子 然後他說 是喔 對啊 我們大家都在買 然後這個 有不同口味 你要什麼口味 對 然後就說 那大家都一起買 然後就我買三包好了 他說 好啊 你要什麼口味 然後就選了 然後我就一個 這個就選了三個口味 所以我以為是三包泡麵 大概一個月後 一個月後 那個泡麵進來 他們說 對 妳泡麵來了 妳要給我 好酷的 那是什麼泡麵啊 我說 為什麼變成 不是 這什麼泡麵啊 我說 怎麼可能是1千5 我猜三包 他說沒有 對啊 團購是這樣子啦 團購是這樣子啦 我想說 但是我聽的是三包 他說沒有 一包就是 妳自己說妳要三包啊 因為我沒有很聽得很清楚 你這個是 我那個是被強迫的 比如說有一些團購是 你一定要購買 買一萬塊 它打八折 然後 大家臭 對 這個有人就會說 我好喜歡吃這個東西 可是我根本就一個人買不到一萬塊 他就說 老梁啊 在這個棚內很無聊啊 你買個兩千啊 我跟你講 破一萬 兩千只剩一千六 好不好 就這樣子啦 馬丁 我跟你講 小梁都買就買啦 好啦 一千六 一千六 杜莉 你也是 那因為他比我們資深 沒錢 沒錢 他比我們資深不敢說不 北京 你知道整個位置上面底下都是 泡麵啊 海苔啊 你不想吃的餅乾啊 我就是這樣子 我畫了一千五 哪些泡麵根本不好吃耶 而且重點是 你知道只要放亮一點 在辦公室如果發起團購那個人 是一個長官 真的 你再不喜歡吃那個東西 你都要跟嗎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在辦公室 有一個長官已經 他就我們團購 已經大家都吃過的東西 而且我們吃完就覺得 我們要發掘新東西 但他那時候就吃到一個那個 鹹鹹的那種餅乾 就像蘇打餅乾 他就說很好吃 但他一次要弄什麼 兩千包多少才要打折 因為他想要弄很便宜的 問題是根本就湊不齊 他就是 對 重點是他是長官耶 所以你要不要買 伊佩安你要買幾包 怎麼能不賣 我一看他臉我就說 二十包 二十包了 一包有十包 兩百包耶 對啊 我們要就是買回去 然後分給朋友吃啊 可是長官 如果Jonie你不買 你會黑掉 烤雞就會變很爛 我也有碰過就是拍戲 然後資深的前輩 然後是 所以大家奇怪是 誰啊 誰啊 他們在辦公室會不會太明顯了一點 我還會不會太明顯了 nerve 他的行判 蛇 吃 吃